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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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软,拉低了债券收益率,美股上涨 继上周五差于预期的非农报告后 本周财经日历上重点关注两大经济数据 周三公布的5月CPI和周五公布的恐怖数据零售销售月率 鉴于过去几周通胀预期,随周油价的下跌而走低 预计周三公布的美国5月通胀可能也会小幅加跌 原油价格自5月10日至6月7日下跌于12% 美国中期通胀预期从同时间段的2.299%跌至2.065% 据彭博调查,预计美国5月CPI年率将从前值的2.0%跌至1.9% 核心CPI年率有望持平在2.1% 因通胀预期和油价下跌 预计CPI月率将从前值的0.3%跌至0.1% 虽然预计该数据仍在美联储目标2%的附近 但通胀预期的下滑仍有可能令货币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 并在6月的政策会议上转向鸽派 消费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 占美国GDP的近70% 因此本周五将公布的5月零售销售数据也格外重要 据彭博调查 预计5月销售零售月率将从前值的-0.2%升至0.6% 美国二季度GDP增速预期也可能会受到温和支撑 基于截止目前的经济表现 亚洲兰大GDP闹模型预计美国二季度GDP增速 过去几个月美国经济几乎一直处于下行趋势 花旗经济意外指数自3月8日的-0.6%至6月7日的-56.4% 美元持仓报告据CFTC持仓报告显示 截止6月4日当周投机者美元 一周的2.71万手减少至2.62万手 在今年以来美元净多头仓位已经大幅下滑 1月初净多头仓位达到3.24万手 节目的最后是上周一周的市场观看价 投资者可以作为参考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订阅